故事发生在1909年加拿大的一个小镇里 小女孩奥罗尔跟随妈妈一起来到教堂 对着女神像祈祷 妈妈告诉奥罗尔 只要人们虔诚地祈祷 天使会化作小鸟来治疗所有的伤口 可爱的奥罗尔相信了妈妈的话 由于奥罗尔的爸爸是个工匠 家境还算不错 爸爸对女儿奥罗尔说 你是我的阳光 这句话听起来还算微信 可是后面是极度讽刺 某天爸爸带上一家人 去表妹的家里拜访 表妹的家境窘迫 孩子又多 还有个患病的丈夫 她一出场就略显风骚 妈妈在后院 发现表妹的一个孩子被锁在猪圈里 表妹却理直气壮地解释道 因为孩子被臭幼咬过 只好锁在猪圈 而且孩子喜欢住在猪圈 没办法 这样的解释 鬼才相信 妈妈对此也是心深厌恶 九年后 妈妈不幸感染了肺结核 住进了医院 表妹趁机来探望爸爸 面露风骚地说道 我老公快死了 你老婆也快了 我是为抚慰孤独的灵魂而生 不如我们凑一对 如果可以的话 你一分钟内可以扒光我的衣服 惊愁上脑的爸爸 最终没能挡住诱火 爸爸向妈妈提出要抚养表妹一家人 妈妈极力反对 但不管妈妈同不同意 表妹还是成功上位 用爸爸的钱 在街上买自己喜欢的香水 还冠冕堂皇地宣布 自己是爸爸的下一任妻子 妈妈知道表妹出到了家里后 很是崩溃 爸爸有些不知所措 他找到神父征求意见 神父却说 他和表妹住在一起 没什么不妥 只是要去看看病重的妻子 并把寄养在丈人家的孩子接回来 爸爸照做了 当看到病危的妻子时 爸爸犹豫了一下 扔掉了戒指扭头就走 不闻不问 爸爸接回孩子后 两家人住在了一起 奥罗尔无意间看到了爸爸和表妹的奸情后 就跑了出去 奥罗尔和表妹两人开始互相讨厌 伤心的奥罗尔给妈妈写信 表达了自己对妈妈的无尽思念 妈妈手里紧握着女儿的来信 迷迷糊糊地走在大雨中 最后还是体力不支 倒下死了 刚刚结束了妻子葬礼的爸爸 马上让神父主持他和表妹的婚礼 正式成为寂寞 奥罗尔难过地吹灭了教堂内女神向前的蜡烛 眼神里充满了失望 不久 表妹悄悄害死了奥罗尔的弟弟和妹妹 周围的邻居开始议论纷纷 表妹则向神父辩解道 妹妹是吃生土豆椰死的 弟弟则死于一直以来的虚弱 我冤枉啊 女妹的神父只是认为是他们的命不好 晚上 爸爸向表妹透露 奥罗尔是他与王妻酗酒后的产物 每当看到奥罗尔就会想起那个晚上 表妹心生妒忌 深夜像假装熟睡的奥罗尔身上倒腊油 表妹在神父的面前诉说着奥罗尔的种种不适 神父则说 棍棒可以赶走孩子的邪念 看来神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回家后 表妹对奥罗尔更是变本加厉 甚至用带有铁钉的木棍打断了奥罗尔的腿 奥罗尔绝望的想要卧鬼自杀时 火车却停在了面前 自杀未遂 回家后 爸爸狠狠地教训了奥罗尔 镇上的治安官看到了奥罗尔受伤的腿时 询问事情的真相 和在继母的威逼下 奥罗尔撒谎说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 问不出真相的治安官 只好让爸爸马上带奥罗尔去医院疗伤 脱离了爸爸和继母的日子 让奥罗尔得到了短暂的解放 可是很快他们便接奥罗尔回了家 奥罗尔每天沉浸在痛苦中 即使找神父也无济于事 神父打着代表上帝的旗号 却一直没有为可怜的奥罗尔解决任何问题 表妹偷走了教堂上的金匣子 并告诉爸爸是奥罗尔偷来的 迎接奥罗尔的是爸爸的一阵度打 户外的姐姐听到妹妹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也无能为力 恐惧让她本能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瑟瑟发抖 遍体鳞伤的奥罗尔 眼神中充满了对妈妈的思念 和对爸爸的失望 表妹更是拿出了杀手键 又烧红的烙铁一遍一遍地 在奥罗尔的身上烙着 原先的惨叫声 慢慢变成了无助的失影声 最后还是因为表妹的儿子 觉得味道太难闻了 才得以停止 奥罗尔在表妹的虐待中 濒临死亡 仿佛看到了天使 化作小鸟来治疗伤口 光芒退去 她扒在地板上 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小镇的激安关再也按捺不住 待人冲进了家里 激母仍然用专恨的态度阻挡 激安关将她甩到一边去 进入房间后 一行人都惊呆了 没想到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医生诊断 奥罗尔已经没救了 宣布死亡 爸爸看着奥罗尔的尸体 瘫软在地 现在还是你口中的阳光吗 多么可笑 神父悄悄地来到练尸房 呈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便后悔不已地痛哭起来 在奥罗尔的葬礼上 治安关逮捕了爸爸和表妹 仍然沉浸在村民的谩骂声中 神父弥撒什 希望村民可以忘记此事 而治安关和许多村民 均表示不想忘记 纷纷离席 因为奥罗尔的死 与神父有着很大的关系 最后 神父在无限的愧疚中 选择了引爆自杀 激母被判缴死 后又改为无期徒刑 爸爸被判有期徒刑 五年后被释放 当生命失去希望 窗外投射进一米晨曦之光 身旁有白鸽轻舞飞翔 天堂 也许是他最美 最温暖的地方